克文哲的两岸政策将为两岸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又是否能被北京所接受 下面我们很高兴继续连线 邀请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鹏博士 请李博士来谈谈这一次双城论坛的结果 以及他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李博士你好 请问您在线上吗 你好 我在线上 是的 非常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 非常欢迎您 从这一次的双城论坛的结果来看呢 克文哲这条他一向呢 他代表的是这个非蓝非绿的一个这个新的路线 他对中国当局来说是不是能接受 还有说所谓的科批模式 他提出的这个一五星观点 是不是代表北京也亮了绿灯 我想从中国大陆这一次来看的话 对克文哲的整体表现是肯定的 但是能不能用接受这个词 我觉得可能还要需要观察 因为我觉得对这一次的双城论坛 包括克文哲出席的双城论坛 不应该做过度的解读 这只是大陆在坚持原则性的这种前提之下 灵活务实地处理两岸 城市交流事物的一个个案 包括所谓的科批模式 我个人认为就是很难是 目前来说很难说它是一种模式了 因为目前在台湾岛内 有像克文哲这样的政治性格特点的政治人物 也就他只有他一个 而且他有他类似的这样一个政治色彩的这样一个人物 也没有第二个 所以我想就是既然它是独一无二 所以就很难形成这样一种模式 包括他讲的一些话 比如说两岸一家亲 我想在如果说在特别在绿营来说的话 我想没有几个甚至可能没有绿营的阵容可以讲出来 所以这就很难包括他目前在双城论坛上的他的一些作为 我觉得在对其他的一些县市 特别绿营的县市很难复制 所以我想从目前下定论说 是不是会形成模式还维持过早 是的那么克文哲呢 我们都一直知道他是所谓的偏绿 那么他在去年竞选的时候曾经还说过 不清楚九二共识的内容 不过现在他在这个上海 他也表示了他尊重并且理解九二共识 你认为这其中有发生什么样的转变吗 这其中的转变又是什么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 我觉得第一方面就是形势比人强 因为屁股决定脑袋 就是他不当家不知道采米贵 所以他做市场获选人的时候 跟当上市场之后 他所考虑的方向或者内容是不一样的 因为双城论坛毕竟是台北市民 他一个普遍的期待 所以他必须要考虑到如何来务实的推动 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跟柯文哲 他有一个比较开放的两岸政策的团队 也是有关系 你可以看到他的两岸关系的幕僚里面 他是囊括了各种颜色 各个背景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他的一些所谓的义务新观点 里面他有很多的内容 他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很值得玩味的 所以第三个原因 我觉得就是跟柯文哲 他没有政党背景 所以他能够比较 所以他也没有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包袱 所以他能够比较迅速的 务实的 灵活的来调整他的这样一个政策 再加上柯文哲 我觉得他自己也一直在强调说 在对于两岸城市交流 只要有了两岸人民 他都会聚集聚做 只要有了两岸和平发展 他都不会拒绝 我觉得这可能一个是跟他的背景 另外一个跟他的个人的性格 跟他的团队都有关系 是 那么最后我再请问一下李博士 有关这个刚刚你也提到了 北京可能中国这次对柯文哲的造访 是表示了肯定 那您认为这是不是代表说 中国已经开始接受 所谓和这个绿色执政 或者是有可能绿色城市的交流 或者说柯文哲他这一次造访 有没有可能为接下来的绿色执政来铺路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因为差别是与绿色执政的 其他现实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所以目前来看不能够划等号 而且也没办法划等号 我刚才讲到因为柯文哲他没有政党背景 所以我们看他的个人政治立场的转变 就可以了 但是对绿营执政的其他的县市来说 他这些执政的县市长背后都有政党背景 所以他们这些民进党的 刚领不可能不在大陆的考虑之力 所以如果说民进党继续坚持 一边一国的立场 不放弃台独立场 在九二共识的问题上不表态 我想民进党籍的县市长与大陆 很难有这种实质性的交流 另外一个我想对大陆来说的话 这一次之所以让柯文哲到大海来参加商政政谈 这跟大陆一贯的立场是一致的 比如说大陆一直强调说 不管是谁 不管他以前讲过什么 做过什么 只要他现在参与推动 两岸关系合并发展 我们都欢迎 如果说绿营的县市长 能够循着这样的模式去做的话 我想两岸的城市就还有可能推动 但是如果绿营的县市长 如果按照民进党的纲领去做的话 那么两岸的城市 那个绿营执政的县市 跟大陆的这个城市交流 可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非常感谢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鹏博士接受美国之音 VEOA卫视新闻的连线访问 有关两岸关系的最新进展 还有报道 您可以随时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查询相关的文章 我们的网址是 VEOACHinese.ceom 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